欢迎大家又来到Lumus Guitar 101 今集我们将会介绍三样东西 Picking的种类、Picking的方法、用力的地方 还有介绍一个可以移调的Plugin 可能一开始的新手不太明白 其实弹东西不是落就上的 用不分那么多种类的Picking、Otellate Picking 什么什么 因为弹不同的句子时,用某些的Picking方式会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不同的Picking方法 大概有四种Picking 分别是Alternate Picking、Economical Picking、Street Picking 还有一种再进阶一点叫做Hybrid Picking 我们今集会讲的是Alternate Picking Alternate Picking是一个电吉他比较常用到的右手弹奏技巧 而Alternate Picking的中文就是交替拨言 就是用Pick去做一个落、上、交替的Picking 就是落完就一定会上 上完就一定会落 而不会有什么落、落、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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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落、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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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我们知道了简单的要点之后 接着就讲一下Picking的时候是怎么发力的 首先我提醒一下大家应该怎么去抓Pick 右手还有一个OK O的手 然后再把Pick放在食指的第一节上面 然后再用手指公对准Pick的边缘放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而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法力方式 分别对应三个不同的活动关节 首先就是这个手指公关节 手肘这个关节 还有手腕的这个关节 那我们又来看一下三种不同的法力方式它们有什么特点 第一种手指Picking它的特性就是速度快、力度小、和控制度容易 那给近些大家看一下手指Picking的动作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而第二种就是手肘Picking 它的特性就是速度快、力度也大 但是控制度相对比较难一点 第三种就是手腕Picking 它的特性就是比较平均一点 因为它在速度、力度和控制度上面都可以同时兼顾到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推荐学到手腕Picking先的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在同一条力士上面 用三种不同的Picking出来的声音会有什么不同 相信大家都听到上面的分别了 听不到的话记得带耳机听清楚一点 接下来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练习 是Dear Jane的《哪里止得》 那大家可以试试用手腕Picking来练习这个 这个Alternate Picking 就是落上落上的动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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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也給大家一些練習上的提示 在練習的時候可以先focus在左手按的格子 等自己先記好格子之後再看右手的動作 有需要就記得放慢速度 0.25或者0.5都可以的 最後在這裏介紹一個plugin叫Transposer給大家 因為DNA的Solo Pro是用OpenD Tuning的 我們平時彈的結他是OpenE Tuning 所以大家當練習的時候就可以開這個plugin 然後加上兩個半音就可以跟著墳譜彈 而又不用轉Tuning 好今集就到這裏 最後再提醒大家記得彈的時候 放鬆放鬆和放鬆 那你才會彈得快的 下一集將會講我們在彈的時候 如何Mule得乾淨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最困擾新手的問題 就是彈的時候很多雜音 自己又覺得不好聽 又經常被家人說吵 搞到自己什麼動力都沒有了 只要我們Mule得乾淨就可以解決以上的問題了 那麼各位敬請期待了 拜拜